其实这个因为股市赚一统金的 还有更名 你做的是 就是算是说它的周边行业 我在做的就是什么 就是他们买的这些股票 那自然而然 他们就是上市柜公司的股东 那就会寄发通知数给他 简称就是委托书 那我自己有一个行业 就是在做这个委托书 已经做了将近19年 迈向20年了 今年是不是比当时 一万两千点的时候热 对 而且以前 今年更热 我觉得今年比较热 而且我觉得今年 股东会纪念品的人 那个人数一定会大幅的提高 而且会月热 而且会很高 甚至纪念品可能还发不足 会缺货 因为我们以前在做的时候 我每一年其实我都会在看 就比如说开发金好了 因为它是大型股 所以每一年我在发放的纪念品 大概都要发1500分之1800分 那如果都有到这个扣打 我都会觉得说 那代表今年的景气还不错 那可是如果就像有一年的 那个有一年的宏达店 那纪念品会差不多都发1000多份 好像是在2013年2014年 可是那一年 我1000多份我发不完 我还足足剩下四五百份 那那一年就是因为大环境不好 就是所有的个股 大盘也不太好 可是这个不是你了吗 那就是公司自己买了 对 不是不是 我纪念品 上市公司寄来给我以后 我发不完 我把纪念品 推回去上市公司就好了 对 那只是我会 这一点看得出来 就会知道说 代表今年股东有没有 股东这些人买股票 了解 所以不算而已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他们买股票 他们股票如果赚钱的话 他们才会到外面兑换股东的纪念品 如果说他买了一档股票 他亏了一百万三百万五百万 他还有办法拿这个股东会通知书 去换纪念品吗 不可能的事情嘛 不是忘占的概念吗 不是不是 绝对不会 忘占这个纪念品 如果你投资的十档 九档都握吧 你收到通知书 应该是心里先叉叉叉叉叉叉 怎么可能还不去领纪念品 所以每一年我们从这个一点点的小细节 我们就看得出来 今年股市是不错的 那我今年我也有带一些 股东会纪念品来秀一下 就是每一年都会蛮疯的股东会纪念品 像我手上这一块 它就是吸的双能牌的战板 这个不错啊 对这个专柜都是有在卖的 哪一家哪一家我要去买那家股票 为了基因品买股票 每一年送的股东会纪念品都会不太一样 那以前的股东会纪念品 十年前至十五年都会送很好 甚至十五年前还有送这个价值一台 好像报价三千块的血压剂 对这是可以量血压的血压剂 现在是不可能送这种东西了 没赏你花三千就不错了 现在赚那么多钱老板赚那么多钱 今年纪念品没有好一点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 上市会公司赚钱 纪念品要送好 其实不是 上市公司赚越多钱 只要有配鼓励股息的 他们往往不发纪念品 就像台积电 鸿海或者是一些 什么台作三宝那些 只要是有配股息鼓励的 不发纪念品 那像我们刚刚有个来宾提到中刚 我今天刚好就带了一个中刚的纪念品 这个纪念品很神奇 这个就是有史以来大家抢破头 这个东西叫做泰丸 对这个是打破有史以来 唯一有送这个东西 因为泰的元素很贵 那这个泰 那时候送这个中刚 送这个泰丸的时候 很神奇 那时候发到缺货 无论你去哪边领都领不到 他用买的话一个多少钱 他那时候报价 好像报一个1500多 将近1600 对 那时候我这个泰丸 你知道吗 这个我插取一个小故事 那时候有一个老阿嬷 来跟我领的这个纪念品 我给了他 他领的就很开心 他就要回家了 可是那时候刚好在附近 有人在座位上市股票 就跟这个阿嬷讲说 阿嬷 你这个送这个 哇这没效 你拿回去要做什么 我两百股给你换 两百股你才有效 阿嬷当场两百块给他 没有阿嬷当场给他收两百 然后就走了 结果后来隔一天中午 有一个老伯伯来了 他说听说我们长 我们坎的 说来这里跟你跟一块泰丸 你两百股也收起 我说没有 怎么有这些事情 他好像是在外面附近的 人家买起 他说 我跟我们坎的也跟他炒头 你知道吗 我为了要领这块 我一直把他千九代万九代 一定要把我领到 不能把我换 不怕 结果现在两百股去用收起 我按算要给他离婚了 你知道吗 我搞得很大 然后一直在我门口 一直在那边骂 然后又打电话给他老婆 没有啦 人家不是已经担当地的 你是把人收起的啦 我跟你说我 我确定要给你离婚啊 七八十岁的老公老妇 当下我看到 我老婆就出来说 好啦 你再拿一个给人家 然后我心里在那边想 这个可能被公司扣 也要扣好基板 算了啦 不然还要让人家离婚 这样不好啦 破坏一段这样的婚姻 我就忍着 咬着牙齿 忍着眼泪 进去拿一个再送给这个他 送给这个老伯伯 才让他们解决了这个婚姻之乱 对 但是今年 刚刚来宾有提到 今年的台股啊 真的是很多年轻人 大家都很疯 我上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因为自己有一些 一些东西要 一些伤口要去用 我有去医院住几天 那我有一个台中的朋友 他是属于年轻辈的 大概二十几岁 他就问我 他说建平哥 你住院我没办法去看你 那我跟你讲 我报你一档名牌 我说你以前就没有 在买股票的 你怎么可能会报我什么 他说 他们都有在玩一个游戏 手游游戏叫做天堂M 惠平这个天堂M 帮橘子创造出 多大的利益你知道吗 因为玩这个游戏啊 里面有所谓的大客长 那个一花钱啊 花一千万的只是叫客长 花三千万的叫做中客长 花五千万到七千万的 你才能称之为叫大客长 大客长可以干嘛 大客长就是一个荣耀 我在里面 我耍钱耍的帅啊 我花的很多啊 你要真的 花五千万台币 真的是花五千万台币 才可以做这个位置 他在游戏里面的 这个角色 他的装备 就全部都是顶天的一些装备 他就是无敌 他就是享受就对 因为我这个朋友 我这个朋友他玩这个游戏 我是亲眼目睹 有的时候讲给别人听 人家不相信会觉得浮夸 他自己他就花了一千五 所以他加入他们那个群组 他跟我讲说 他们这些大客长 报他一档股票 然后跟我讲 我就说哪一档 他就跟我讲 某某股票 然后我就说 我就看了一下 我说现在是301耶 这个一张点要30万耶 这种我超过200块的股票 我可能不太碰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说建民哥 我就当做报给你 那你有买到 就当做报红包给你 结果后来 我隔天早上一开盘一看 也还好嘛 就涨了13块而已 好像要报很多红包一样 结果到 因为我住院住了4天 然后我出院的那天 我看了一下 哇 370几耶 等到了隔两天的时候 就是营业日 六个工作日的营业日 涨到了395块 所以你没卖 我的天啊 就短短六天 就涨了395 对啊 然后后来我问我这个朋友 我说那他们 你们这个群组 他们这些大客场 他们到底是什么 他说他们里面 有的是富二代 那有的是一些 达官贵人的小孩子 有些正二代就对了 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不为人知的小道消息 所以他们先进场买 对 所以今年的台股 有没有 真的很疯 而且社群软体 你真的改变了 这个股票的操作模式 之前line群组 不是变成黑道在绕小弟 用line很快吗 对啊没错 一line一下 全部打哪里 窝藏的小弟都出来 现在买股票 居然出现这种现象 一line下去 跟进跟出 好可怕 对 而且里面有很多假的讯息 最近有人利用我的名字 在发讯息 那是假的 所以你如果被骗的话 一定要上我的FB看 已经有这样的动作 跟大家讲 那是假的 假的 假的 骗子 骗子 骗子很多 来 所以你没有用你的名字 在带进带出 我从来不收会员 从来不收会员 来我们来看 春江水暖压先知 怎么会是压先知呢 其实在股票 它的上涨跟高档下来 一定有那些征兆 只是因为你看不到 为什么看不到 因为贪 为了贪那一点点 所以就变成贫 所以不能贪那一点点 所以我们今天 因为已经到一万七了 我要跟各位讲 很多的征兆 那第一个征兆 就是说 最近这期间 你没有觉得 都是偷拉尾盘 创新高是偷拉尾盘的 不是因为这样慢慢 因为你从九点到一点半 这四个半小时里面 好像都还没有创新高 最后五分钟 那种集中凑合的时候 直接拉上去拉四十几点 这个叫偷拉尾盘 偷拉尾盘 干嘛不光明一点 光明正大 偷拉怎么进 偷拉代表什么 代表它的力量比较少 因为我偷拉你来不及卖嘛 那如果在底部的时候 都会在尾盘的时候 故意的打下来 因为我还没有吃饭 偷拉的很厉害 都是这样子 所以一般来讲股票在低档的时候 你不敢买的时候 为什么不敢买 那就八千点 然后他收盘 如果八千年报了 好才不买 好才不买 第二天如果八千一 八千一 说了好才不买 然后眼睛紧紧紧 慢慢来 他在足底的过程里面 一直要打桩 所以越打那个土地越硬 越坚实 然后再往上一拉 第一次 扇停的时候你就不较了 所以你就眼睛 眼睛紧紧紧 看他离开 两个补充 说不出嘴 那就是这样就脚扣起了 但现在在面上没讲 现在面上就是一定要 要买卵投幼 投幼有两个好处 万一英文美国大楼 我多了一个阿索米 多了空间啊 对吧 我股票本来五十块 我卵到五十块的时候 甚至美国大楼的时候 我青菜眼睛 卡卡五十块 四十块 三十块 五十块 我买到我都贪比辰五十块 比较好嘛 所以用基手来说 他在投幼 投幼 投幼 投幼的时候就是做投啦 所以这在第一点 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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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投出路线喔 做投 做那个基数线形在做投 所以要特别小心 第二点就是你刚才说的 你在八山 刚才听人说你买股票 我刚才来的时候 那年轻人在摩托摩托在开港 我走过他说 你买台积电就好 我就跟他走到这个 我哀哀哀哀哀 到处都在说股票 你吃饭 我跟你说 旁边大家都在说股票 好像你如果不说股票 是对不到流行 我那天听了一个咖啡店的老板娘 老板不知道是夸张还是不夸张 好啦 刚才那三千基买下 对啊 有可能吗 三千只 应该是买三千啦 他现在那就是 以前缺大家的都发股票啦 你听到我听到 听到他觉得他买很多 其实不是 但我们过去高明 达立光为多少 为一百控制年的时候 他的价格比亚光更多 差不多一百控制 最高约六千三百八十块 如果一百八十块最近下来 下来到多少 下来到三千块 为什么 因为他的时代过了 一半耶 对 所以你不要说达立光 达立光是很好的公司 公司也有够赞 他占多少 占一百八十五块 都本九十块给你呢 这个公司有够赞 他们当事长都没去买 对吧 但是你不能说当事长 当事长的 他的成本已经零到零了 就付了嘛 他才是十块 开始到来 刚才一年就八九十块了 所以你不能跟大股东比 我们说好 弗达电 弗达电 被多少 一百几块 在哪里 捂到八百块的时候 我只调高目标价 青鸡 没有可能啊 八百块你青鸡 好 弗达电的鸡子搭买 去日本搭买 在哪里 疫情钱 去呀 就是標高目標價1680 結果來到青山 說下去 結果美國給他疊一個 從我們落到最多39貨櫃 有一個新光人壽 只買他多少 拿55億 當時你吃一飯 吃一餐飯 跟王盛雄吃一餐飯之後 說我們公司的股票很慘 回來買到那裡 55億 那餐飯剛才55億 看多少錢 所以這是大力光 這是那個洪達電 洪達電最近有一個停辦 但洪達電這幾年你看看 這十多年 不要一年賺錢 只要一年賺錢 那一年就是賣他的資材財產權賺錢 那不是真的本業賺錢 一年都了解的資本 所以像這種的代表戰 沒什麼 因為國廟都 連沒有賺錢也要給你掌停辦 都找不到 都找不到 因為大家都一百到十公分 剛才只有那一百四十公分 你給我留一個看看 徵兆 對 這個徵兆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威慎 威慎最完六百二十九貨 滾到五十五貨 所以有人 威慎六百幾貨的時候 在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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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他那個照相館的老闆 82塊買 買了落到60塊 買一間房子再買 攤平 落到40塊 再買一間老闆 再攤平 落到10塊 他說不算算 你們賣給你拚 最後一間老闆 再買一拚 落到一塊 現場 整個都要拚出去 為什麼要賣房子來買股票啦 所以說 現在有人就 瑞德你說 有人說 買去貸款 因為你現在很低 你如果有家的貸款要1.55 甚至 比較厲害的可以拿到1.3 所以這個時候真的要小心 尤其最近要注意 最近電子貨的市場 由70%到70%以下 電子貨在做修正 最主要是什麼 台積電沒在上當 那台積電這次為什麼沒在上當 台積電啦 大力光 這是我們全台灣所有股票 這個老闆最老實的 絕對不會改變 他跟我說 我第2貨我要賺5塊而已 第2貨賺5塊4塊 我今年要資本支出300元 台積電是很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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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股票 你就如果下車575以下 你就慢慢買沒關係 但這個時候還是觀望一下 台積電就說 台灣富國神山都不動了 其他台積電旁邊呢 他就受到影響 所以現在有什麼 有水泥啦 有鋼鐵啦 有航運啦 對吧 有塑化啦 有造質啦 有很多股票 我跟你說你都不認識 因為他以前都名不見真傳啊 有他的股票 最近有一支股票 叫金利科啊 金利科 如果六十幾天辦 腰骨 對吧 你知道他的靜值多少嗎 他的靜值在7.17耶 他的靜值是在面子以下耶 你把他折折折折折 折折折折折折 全到達百塊嗎 沒辦法啊 有時候你就要折折了 他現在現行了啦 對啊 就如花出來了 對 所以有時候你大回原型的時候 你才知道 原來人生就像股票一樣 大夢一場 大夢一場 天啊 這個夢快醒了的感覺 所以大家要謹慎一點